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只见一名头戴红头巾 手戴红色套袖的一使 骑马飞奔而来 一使身后背着一个红白的布包 这个布包名字叫赤白囊 是当时传递紧急军事公务的专用邮包 果然一时给管理玄泉智行政长官 带来了一封汉帝国最高级别的公文 公文中说到 有一名朝廷大臣将要来到玄泉智 要求玄泉智必须妥善安排好 他的时速与出行 原来公文中说到的大臣 就是中国西汉著名的军事家 麦娇家常慧 他先后辅佐过汉武帝 汉昭帝 汉宣帝三代西汉统治者 那么常慧为什么会突然来到玄泉智 这个小小的驿站呢 此时他身上又肩负着 怎样神秘的使命呢 原来常慧正要赶去西域的乌孙国 去见乌孙国国王的妻子 解忧公主 乌孙国位于现在的巴尔喀什湖东南 伊犁河流域一带 西汉建立之处 汉武帝将解忧公主 嫁给了乌孙国的国王 作为和平的使者 解忧公主一直积极配合汉朝 维护与乌孙国的友好关系 两国的商贸往来也十分活跃 然而匈奴为了与汉朝 争夺河西走廊的疆土 一直不断蓄意破坏汉朝 与西域国家的关系 公元前74年初 匈奴对乌孙发动了攻击 企图逼迫乌孙国与汉朝 断绝一切关系 更要求交出解忧公主 当时乌孙全国只有几十万人口 兵力十八万余人 而匈奴则有百万人口 三四十万兵力 更联合西域居师国一起攻打乌孙 居师国位于今天 中国新疆土鲁藩西北地区一带 紧邻乌孙国 解忧公主得知情况后 马上写了一封求救信 希望交到大汉天子手里 然而乌孙距离大汉的国都长安 四千四百五十多公里 在信息传递还只能靠人的西汉时期 这是一段十分漫长的路程 当时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们 从西域到长安 至少要一年半才能到达 在古代一封家书底万金 丝绸之路上的民间书信往来 甚至需要两到三年 才能实现一个来回 但解忧公主的这封求救信 却只用了二十多天便送到了长安城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原来西汉初年 汉武帝便开始在丝绸之路的 河西走廊上建立强大的异传制度 公元前一百二十一年 西汉政府便在河西走廊 设立了河西四郡 即武威郡 张泉郡 敦煌郡 行政范围大致包括 经过今甘肅省西部的武威市 金昌市 张叶市 九泉市 嘉玉关市 敦煌市 以及内蒙古西部阿拉善蒙一带 河西四郡呢 其实当时最初的开始 应该就是桑侣们之间的 打监和休息的地方 逐渐变化成一个城市 一个变化 特别是为军队之间的互相往来 留下来是打监和吃饭的地方 在乌孙通往长安的必经之路上 遍布着大大小小无数个驿站 但是敦煌郡像玄泉志这样的驿站 就有九处 除此之外 比制规模小一些的驿船机构 还有游和亭 一般五里射游 十里射停 三十里射翼 火制 它们密密麻麻排列在西域 通往长安的通渠药道上 在玄泉志这样的驿站里 配备有数量相当的驿驶 船车 驿马 使用时按照官职高低 任务轻重和时间的急缓 分为固同级别 遇到最为紧急的公务 则会派出最好的驿马 和体力最好的意识 日行三四百里传递信息 相当于一天内走完现在 从北京到天津的距离 这在交通极不发达的西汉 属于非常了不起的速度 就是在如此完备的驿船制度下 解忧公主的求救性 才很快送达长安 最终解救了乌孙国 保证了西汉与乌孙的商贸安全 在甘肃省检读国务馆里 收藏着两枚名为 意志道里布的汉检 汉检都用松木制作 其中一枚长22.9厘米 宽2.1厘米 共计16行字 记录了长安到张叶郡的 20个池之间的里程 另一枚下段残缺 残长19厘米 宽2.1厘米 现存12行字 记载了武威郡到敦煌郡 14个池之间的里程 两枚检相互参谱 可以复原出一份完整的 从长安出发 一直到敦煌的里程表 这两建国宝 是中国最早 遗传制度的珍贵见证 那么汉武帝 为什么要在丝绸之路 河西走廊段 建立发达的游地系统呢 西汉的官方游地业 为什么会发展得如此先进呢 故事还要从公元前一百年说起 相传在公元前一百年 汉武帝打算与匈奴建立友好关系 派出使臣苏武率领使团 出使匈奴 并给匈奴禅余 带去了丰厚的礼物 不料就在苏武完成出使任务 准备返回长安时 匈奴上层发生内乱 苏武和他的使团一百多人都被扣留下来 并被要求背叛汉朝 归附匈奴 但苏武不为所动 于是匈奴人将苏武关押到了北海 也就是今天俄罗斯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 汉武帝曾多次派使者要求匈奴释放苏武 然而每次匈奴禅余都谎称苏武已经死去 当时还只是苏武身边赴使的常慧也被扣留了下来 他后来想到了一个办法 在一次汉使者与禅余会面的时候 常慧请求看守他的人 在夜间偷偷地带他去见汉使者 见面后他对汉使者说 你见到禅余后就对他说 大汉天子在狩猎时设下来一只大雁 大雁的腿上记着一封博书 上面写着苏武等初始匈奴的汉朝人在北海 第二天汉朝使者觐见禅余的时候 按照常慧说的当面责问禅余 这让禅余感到十分震惊 既然谎言已经被揭穿 禅余只得承认苏武还活着的事实 并向汉朝道歉最终放了苏武 这则红艳传书的故事后来广为流传 在与匈奴长期对抗的过程中 汉帝国越来越意识到 信息快速传递的重要性 公元前121年 匈奴终于被西汉打败 归降汉朝后 汉武帝很快在狭长的河西走廊 建立起了众多的游艺机构 他们从东到西 位于通往西部边疆的要道上 当时这些驿站传递的都是官方邮件 其中涉及到很多国家的军事政治机密 为了保障消息不被泄露 汉朝廷对于传递信息的人员 有一套严格的工作要求 如果遗失或者泄露了文书中的内容 就会面临严厉的惩罚 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中 记录了遗史伪造遗失或者泄露皇帝 重要官员的文书和印章 均要被除以死刑 如果遗史没有按照规定时间 将官方邮件准确送到目的地 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惩罚 比如受到施刑或罚款 甘肃省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块画像砖 砖上画着一名遗史 骑在飞奔的红宗马上 一手持江 一手举着文书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遗史没有嘴巴 这形象地表现了遗史 对所传递的官方邮件要保守秘密 除此之外 遗史递送的邮件信函 还有相当的封简用品 比如封迷 印章 封简 而每一封文书在驿站 都有专门的人员登记造册 称为游书部 可以说 游艺制度对河西走廊的稳定安全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促进了中西方信息文化的交流 而正是凭借着汉朝先进发达的游地系统 西汉解除了乌孙国的危机 西汉之后 中原朝廷仍非常重视丝绸之路上的游地 到了元朝 中国的游地系统建设 令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感到震惊 中原1271年 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和经商的父亲 叔叔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做生意 他们在河西走廊一个叫甘州的地方 也就是今天的中国甘肃张业停留下来修整 他们住进了当地工商旅们休息的驿站 元朝的驿站修建得十分讲究 在房间里还挂着绸缎做的窗帘和门帘 马可波罗对此十分惊叹 他将元朝的遗传制度称赞为 难以用语言形容 十分美妙奇异的制度 并将其写进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在书中他描绘了元朝的驿站 从汉八里城有通往各省四通八达的道路 每条路上都设有驿站 元朝每一个驿站常备有四百匹马 供大汗的信使们使用 十分快捷方便 元朝的驿站制度还同样施行于中亚一些蒙古统治者管辖的地区 他将西汉的驿船制度在河西走廊以西地区进一步发扬光大 使丝绸之路上的游路变得更加畅通 一封来自梁州的邀请书 为何会决定土坡未来的走向 年纪四十的忽必烈 为何要请十八岁的巴斯巴当自己的老师 两个传奇人物如何联手 共同繁荣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 国宝档案为您带来思路故事 土坡归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